嗨,大家好,我是已经在德国待了五年的长颈录 那么今天呢,我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德国超市里那些评价的我在不停回购的日用品 首先呢,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下德国比较有名的,然后我也是经常去的两个日化巨头 他们分别是DM和Hosman,那么这两个超市呢,其实他们卖的东西是差不多的 唯一的区别呢,就是他们自己会有一些自由品牌,然后就只在自己的超市里面卖 像是DM的话,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的就是巴勒亚系列的东西 Hosman呢,也会有一些自己的牌子,比如说像Izana那些的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种东西呢,就是面膜 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已经听说过德国的学本式的面膜 那也是我来了五年一直自己在回购的东西 那它一片就是像这个样子,然后分为上下两部分是可以用两次的 我平时用的比较多的呢,就是这个芦荟的 还有这个牛油果宝石的 草莓的这一个清洁的面膜 鱼籽酱的 这个上面的已经被我用完了 然后还有最近新出的这一款玻尿酸的蓝色的这一款 学本式最近呢,它其实也是出了贴片的面膜 比这种面膜要贵一些 我之前也是试了一下它芦荟的那个 我个人认为不是特别的好用 就是它那个精华总是感觉有点吸收不进去 而且精华的量也不是特别的多 所以我个人呢,还是比较推荐这种就是涂抹式的血本式的面膜 还有一种呢,是这个叫Mats的这个面膜 那这个呢,是只有Holtzman有的 然后他们家的这个无花果的睡眠面膜这一款是挺好用的 然后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两款东西呢 是DM超市专有的 是它自己的巴勒雅的这个牌子的 那这个呢,是它的一个喷雾 这个喷雾呢,它其实没有说像雅样那么的细腻 但是我是用来做二次清洁的 就喷上之后直接用化妆棉然后擦掉 还是比较好用的 但是呢,大家买的时候注意就买这个 就这个原来的这一款就好了 因为它还出了像是芦荟啊,还是什么的 那款我也是试过 我个人觉得没有这款好用 然后呢,也是巴勒雅这个牌子 还有一个好东西就是这个 它的睫毛生长叶,它很小的一只 我已经用了大概有三四只吧 持续使用的话,我觉得效果是能够看得见的 但是这种东西啊,我觉得大家用起来 就一定要持之以恒 不要用两三天说是啊,我怎么还没有长 然后就不用了 我觉得两三天肯定是看不出来什么效果的啦 说到巴勒雅啊,有些人可能会问我自己用不用巴勒雅的那个玻尿酸 这个东西我自己是不用的 因为我很不喜欢就是油油的那种感觉 我之前用的时候就总感觉它还是比较油的 但是呢,真的是除了我之外,我周围所有用的小伙伴 包括我之前在澳洲打工度假的时候的小伙伴 我给他们带了那个玻尿酸,他们都说巨好用 五盒十盒的回购这个样子 所以呢,我也不能在这里就简单的说那个玻尿酸它不好用 我不推荐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可能是因人而异吧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想用的话可以先买一盒来试一试 和口部相关的东西呢,我有两样要推荐 一个是这个站立式的牙膏 我用的这一款呢,是增白的 这个牙膏呢,它用起来是不会干藕的 它的那个气味是挺舒服的 然后我觉得刷的也还挺干净 那这个呢,我其实我是不用漱口水的 但是我男朋友会用 然后这个漱口水他就觉得说这个味道很舒服 不至于就是引发干藕这个样子 它一共用了有感觉四五六七八瓶了 一直在回购这个 然后手部的东西呢,我是有两个推荐 一个是尼维亚的这一款 其实它是一个类似于面霜一样的 然后它没有规定是一定要涂在哪 它就是一个cream 但是我是用来涂手的 这一款好像现在超市不是特别好卖了 因为它是一个就是混合的一个口味 有些树莓呀之类的东西 但是大家可以去那个超市买它的那个 尼维亚的这个soft cream 除了味道不太一样 我觉得质感应该是一样的 说到护手霜啊,可能会有人问我 德国这边不是有一个挺有名的那个小厨局护手霜吗 我刚来的时候是有用过的 但是我个人呢,可能不是太喜欢它 因为我觉得我手部没有那么的干 然后它其实就很滋润 稍微有一点点不是特别好吸收 所以呢,我自己现在是很推荐尼维亚的这一款 但是小厨局呢,我觉得也是因人而异吧 因为我给我的亲戚朋友买的 他们也还挺喜欢的 手部还有一个我一直在用的 那这个是我们家自从搬到这个房子就一直在用了 它是一个洗手液 是一个感应式 把手放在这里,然后它就会自动出来 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容易防止交叉感染 它机子本身是送一个洗手液的替换妆 下来好像是6欧还是7欧 反正价格不是很高 那关于头发呢,我最推荐的一样东西呢 是这个德国的这个小发膜 它非常非常的方便 因为它是一个一个单独包装的 这个我可以用两次 它有不同的内容物 它上面名字什么是不一样的 会有针对不同的发质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自己搜一搜 然后这个也是特别的适合出去旅行的时候带 腿部的话呢,我自己是非常推荐 这款巴勒雅的瘦腿的芦荟霜 瘦腿的效果的话 我觉得其实不是特别的明显 因为我觉得瘦身这个事情呢 主要可能还是要靠运动 但是呢,这一款它很好的是 因为它里面有芦荟嘛 它的味道特别好闻 而且也非常非常的滋润 所以我是冲着这一点不停的回购的 这一个系列的好像还有一个瘦腿的绷带 但是我一看那个绷带要缠很久就很麻烦 我就放弃了 然后脚部的话 我很推荐18的这个脚霜 它是非常的滋润 特别的适合用在冬天的脚部 然后即使是夏天用的话 也不会觉得太过油腻 18这个牌子呢 就也是德国的一个蛮有名的牌子 它们家的东西呢,我也是挺喜欢的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这个18的这个泡沫截面 我用它是用来做沉洁的 它的清洁效果 我觉得就已经足够对于一个沉洁来说了 它的泡沫是非常的细腻 然后味道也挺好闻 说完了腿部啊 来说一说沐浴露 就是全身用的这个东西 那这个呢 我一定要推荐的这个牌子呢 叫做Below 我最近在用的是这一款 它上面画了一个仙人掌 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的清新的 它们家除了这样的管状的沐浴露呢 其实更多的是像这个样子的 就是它是摩斯的一个形状 这个是一个小桃子味道的 我非常喜欢这个味道 所以呢这个用完了之后 这个罐子我都还没有舍得扔 因为它的颜值也很高嘛 这个我是刚刚买回来没多久的 是冰淇淋味的一个身体乳 就是摩斯状的这种涂身上的东西 然后这个味道也是很好闻的 但是因为它们家有很多种味道啊 就是大家可以的话还是去试一下 看看哪一个味道比较适合自己 然后最后呢我想推荐一下 跟洗衣服相关的一个牌子 这个牌子的名字叫做Dr. Beckman 那这个呢是一个防衣服染色的 因为我们每洗一次衣服不能保证说 所有衣服颜色都是一样 然后即便染色也没有什么关系 而且有些衣服掉色我们也是无从知晓的 所以呢每次呢我会放上几片这个 就根据它衣服颜色的不同 如果差异很大我会多放几片 它一片其实是很薄的 洗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 就这个东西它就变色了 但是衣服它不会变色 所以呢是一个非常常用 非常好用的东西 因为我以前洗衣服不太在意这些 就染了几件衣服之后 才发现它是很重要的 这个盒子其实不是它一般的包装 它一般的包装是一个纸盒 然后外面有塑封 一盒大概是40多片 这个盒子是当时做什么活动送的 然后我就刚刚好买了 就一直装在这个里面了 然后他们家还有一个衣服呢 是夏天我必不可少的 因为我夏天有非常非常多的白衣服 白的衣服呢它有时候沾上防晒霜啊之类 它可能会有变色 那这个东西就是必不可少的 它叫做Superwise 就是它里面是一包一包的 里面有那种粉 它会保证你的衣服不会变黄 保持那个白色的那个颜色 我之前有一次就是一个白色的毛衣被我染了色 然后因为已经染了色了嘛 所以用这个就救不回来了 然后用这个再洗了之后 它就回来了 然后他们家还有一些小的 就是像这样子针对不同的污渍的洗液 然后像这个呢就是针对血液啊 然后像鸡蛋啊 然后像冰淇淋啊 这个呢是针对就是各种的酱汁 然后番茄酱 然后还有那种植物油啊之类的 就是比如说我在吃东西的时候 身上滴了一点番茄酱 我洗的时候如果担心就是普通的洗液 把它洗的不是特别干净的话 我可以给上面先滴一点这个 在放进洗衣机之前把它滴好 让它静置一段时间 然后之后就会洗的蛮干净的 所以呢 Dr. Beckman这个牌子呢 它其实洗衣服这一系列都是很好用的 大家去超市的话也可以多看看他们家的这些东西 那我最近在家里面呢就是也是翻箱倒柜了很久 然后搜罗出来了这些东西 大家如果有什么还想让我去试用的东西可以跟我说 如果我有什么没提到的 大家也感兴趣的也可以来问我 也许我是用过 但是家里现在没有 所以我就忘记推荐了这个样子 那今天就是这样啦 我们下个礼拜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